華南市場41位確診的人 他們的症狀目前是怎麼樣 無症狀的比例高嗎 那另外還要再幫他們問一題 是有民眾確診康復後解隔離 但之後PCR篩檢又復陽 那雖然CT值34沒有傳染力 但是有醫院禁止他去看慢性病相關門診 那對於民眾雖然陽性 但沒有傳染力的狀況 指揮中心有沒有指引給醫院 讓這些民眾可以正常看診 謝謝 這次大概 因為是一個有計畫性的篩檢 所以這裡面大部分都是無症狀 相關的比例是不是 我們跟鄉親的比例跟大家說明一下 究竟有多少無症狀 我想我們等我們疫調完就會比較清楚 因為現在沒有疫調 我們只能推測說會從這個 市場的普篩裡面來做篩檢的 應該都不至於會有重症 只是說他們有多少是屬於有輕微症狀 或過去有多少是有這個曾經出現過症狀 這個就是疫調的目的之一 所以目前大家一直問這個無症狀的比例 我們現在沒有辦法給你一個很明確的數字 如果應該傍晚的疫調如果確實都做完 應該就會有一個結果 那這邊可以提供給大家的是說 因為他們都是PCR檢驗陽性 所以我們有就他們的這個CT值來做分佈 來做一個 這個表格 就是說CT值在這個 我們如果講30以上就是說比較不具傳染力的 這個部分的話 這個41人當中是有12位 12位 那12位 其他的就是都是CT值在這個30以下 那其中就是說CT值在20以下 15到20之間的有16位 所以我們這一群不管他有無症狀 事實上有這個傳染力比較偏高的一個情形 的比例也不算是低 所以這個提供給大家做參考